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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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金家人 今天跟大家說說深圳的趣事 丁子戶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裡就是駱員路附近 旁邊就是湖貝村 湖貝村的南邊有一個叫南方街 那裏有一個丁子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沒錯就是這裏 這裏是玉蘭方31號 這間店就厲害了 當時那個業主 發展商就找那個業主 就說這麼多棟樓 我們因應黨的號召 要發展這邊 這些就是當時由一些農民房 爛地變成了高樓大廈的建築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當時這裏是爛地 是一些很舊的樓 不斷地收地賠償 叫他搬 就跟他說 當時餘溫時代的美星 他說我們會賠償給你的 這層樓這麼舊 你不要住了 你按照面積計 出價就怎樣呢? 當時三棟 出價好像是2008年 2009年就跟他談的了 然後他不賣 一直在拖 發展商給他三千萬 你想想 十幾年前 他也不賣 他要求一億 結果呢 之後就成為了這裏的地標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發展商就更改了那個圖 發展的圖 避開了他的位置 這裏他本來就是 可能是屋苑大的入口位 或者是公園 反正都是 你不肯搬 你全部都搬 只有他一家不搬 到最後就索性不理他 那麼 繼續開始 就是 工程項目 現在呢 他想走 都找不出的了 即是他用三百萬四百萬 賣出去都沒有人要的 這裏就是附近的區域 你也看到 現在這個丁子戶的位置 是比較特別的 其實其他舊樓 這裏也拍了這條片 這些都會拆了 或者如果還沒拆的話 可能就是新的丁子戶的地標 那麼其實除了羅湖之外呢 深圳呢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丁子戶的 那麼那個丁子戶 就是在南山的 那麼還沒帶大家去南山 看最強的丁子戶之前呢 那麼在這裏就拍了 現在其實就是羅湖 就是最後這些附近呢 舊區 未來就是會拆了 再重建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很懷疑 你拆了它之後 有沒有人買呢 就是你興建之後 有沒有人買呢 有沒有發展商呢 就願意再舊區重建呢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 舊區重建的感覺上是沒有利潤的 賺不到錢的 好了 轉眼間呢 我就到了南山了 那麼南山呢 所有人都知道了 對不對呢 全深圳發展得最好最貴的嘛 就是以前的蛇口 碼頭開始 然後變成了一個 集商業 住宅 還有這個什麼 外國人 休閒娛樂的地方嘛 以前呢 就是沒有南山的時候 福田羅湖 就最有錢的 那麼當有了南山這個地方之後 現在南山就已經成為了 深圳最有錢的地標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的 沒錯了 就是這裡了 這個是一個丁子戶來的 叫做大沖鄭氏中廟 或者是字啊 中字 我這個字不太懂得讀 簡體來的 這個厲害了 這個中央都不敢搞它 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那麼這部片呢 是二豪拍的 那麼呢 我就沒有親身來過的 我開車有時候經過的 有賣賣碑的 它的歷史背景 那麼其實就簡單地說說 那麼 這裡其實真的很有特色的 因為旁邊就是商業大廈 和商場食屎 但是呢 這個中廟就厲害了 這個字廟 嘩 其實是舊屋來的 那麼這個呢 鄭氏呢 因為我有一點點懷疑是 鄭成功呢 家族遺留下來的 因為當年鄭成功呢 有些後人都去了廣東那邊的 那麼這個地方 這個丁子湖 前前後加起來 有六百年歷史了 就是 可以說呢 就是 六倍之前 現在我們的朝代 天朝 在這個清朝 明朝 明朝 就已經有這個地方在這裡 即是代表深圳 六百年前 這個位置 南山這個位置 已經是有 當時是中國在這裡住的 那麼當然呢 當時可能是一個 就是 比較落後的村莊 這樣 沒有人知道 但是總之 你不要管 就是呢 在這個南山的地方 就是一個最強的丁子湖 是沒有人敢搞它的 而這個呢 就是中廟的佔地面積是七千呎 國內就叫七百個平方呎 嘩 你想想多大 但是 很有趣 它又沒有變成一個旅遊發展計劃 就不讓人進去參觀的 那有沒有開放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親身來過的 但是 如果它是開放 現在任人進去看的話 不需要買票的話 我就真的想進去看的 那麼其實呢 基本上來講 就是當初 其實就有人想拆這裡的 但是呢 就不少呢 就是 鄭家的人呢 反對 所以呢 就無論你給多少錢都去 他們都不肯拆了 所以呢 就成為了現在南山的地標了 這條片就先講到這麼多了 拜拜